歡迎收聽星期二 來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11月2日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歡迎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今年9月 非政府機構Safeguard Defenders 發表了一份報告 指控中國有兩個省份的公安部門 在21個國家 設立了合同54間海外警務服務中心 其中有兩間在倫敦 一間在蘇格蘭、加拉斯哥 中國公安部門回應 這些中心只是負責行政職責 例如是更新中國駕駛執照 但Safeguard Defenders就指控 他們的實際工作包括 威逼那些被懷疑公開反對 中共政權的人返回中國 昨天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凱恩斯在國會提出緊急質詢 他問這些中國海外警署 在英國土地上運作 究竟有什麼法律依據? 中國官員是否負責營運? 英國保安國務大臣董勤達回應說 報告所指的在英國營運的那些 中國海外警務服務中心 相當令人關注 英國政府會認真對待 董勤達說 外國在英國土地上必須遵守英國法律 我已經與警方討論了這件事 我獲告知他們正在調查 他們有沒有非法行為 董勤達又說 不會容忍任何非法威逼人回原居地的行為 但不幸的是 我們已經見到威權國家在海外使用壓迫手段 務求要引渡或誘騙他們的公民 回到原來的國家並施加懲罰 這是不能接受的 董勤達又說 正在國會審議的國家安全法案 會加強英國對抗跨國壓迫、騷擾和威嚇的能力 在倫敦一間懷疑是中國海外警署的地址 一間名為All Eat App的外賣程式公司的辦公室 公司是由英國福建同鄉聯誼總會會長林瑞柳營運 林瑞柳經常出席英國保守黨活動 和不少重要政客都有合照 包括兩名前首相文翠山和約翰遜 辦公室其中一名職員 接受《泰文時報》訪問時說 不清楚記者問的海外警署是甚麼 不過根據一條在中國社交媒體抖音上發布的影片 林瑞柳有份宣傳福州公安局 景橋事務海外服務站 另一間在倫敦 懷疑是中國海外警署的表面上是一間地產公司 還有另一間在格拉斯哥表面上是中式酒樓 兩間公司的職員都對《泰文時報》表示 昨天在國會中英國保安國務大臣董勤達 也被議員問及會不會關閉英國的孔子學院 董勤達就重申 英國首相新偉成在今年7月競選時承諾過 新偉成認為孔子學院對英國不少大學的自由構成威脅 會研究關閉他們 下一則質問 英國內政大臣柏菲文的言論再次引起爭議 柏菲文說移民接受系統失控 南部邊境被入侵 手上新偉成就說歡迎尋求庇護的人 內政大臣柏菲文昨日去到下議院 為難民中心人們為患辯護 柏菲文形容大批難民乘坐小艇偷渡到英國 情況已經失控 柏菲文說英國人應該知道 哪個黨是真正阻止南部海岸遭入侵 哪個黨不是 有些人根本就是犯罪集團成員 所以請不要再想像他們是受害的難民了 在野工黨就批評柏菲文用煽動的詞語 針對那些處於弱勢來尋求庇護的人 是不負責任 而柏菲文的副手 移民大臣鄭偉奇 也和柏菲文畫清界線 鄭偉奇說 好像我這樣的工作必須要小心操持 我永遠不會妖魔化 來這個國家尋求更好生活的人 手上新衛城也向內閣表示 英國是富同情深熱情的國家 歡迎尋求庇護的人 但都取決於英國能否有效守衛邊境 英國今年以來已經有破紀錄的 接近4萬人尋求庇護 位於肯特郡的曼斯頓收容中心 由前空軍基地改建 原定只可容納1,600人 現時就收容了大約4,000人 部分人居民已經滯留超過一個月 多佛爾港的臨時收容所 在上星期日遇集 一名男子向內投擲2-3個 懷疑是汽油彈引發火警 其後也被發現在附近自殺失望 下一則新聞 英國《衛報》引述一份標記了 官方敏感的政府文件報導 說政府已經制定應急方案 應對在最壞的情況下 可能持續7天大停電 警告到時英國的運輸、通訊網絡 和能源、糧食、還有食水供應 將會嚴重擾亂 文件也透露 政府將會率先為老人家和小朋友 提供糧水和庇護所 英國能源監管機構 也跟國家電網達成協議 電力供應應要在一個禮拜後百分百恢復 報導又說 應急計劃其實在2021年已經開始制定 當時的目的是提高國家電網 在出現重大技術故障時的規劃和復原能力 但因應俄烏戰事影響能源供應 民眾對停電的憂慮增加 英國政府內部承認 應對方案的規劃工作變得緊迫 英國政府白廳官員近期就應急計劃進行壓力測試 與不同的政府部門和議會舉行了一系列演習 不過衛報引述消息說 政府不希望應急計劃公開 亦不希望將計劃和烏克蘭能源供應等問題連在一起 另一份媒體鏡部就引述政府發言人回應說 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應該為所有潛在情況做好準備 和業界合作制定和實行強而有力的應急方案 英國國家電網公司上個月曾警告 如果從歐洲進口的電力減少 發電廠天然氣供應不足 加上行樓夾擊英國家庭這個冬天 或會經歷每次3小時的間歇性停電 下一則新聞 英國警察局表示 在今月底的世界盃 將會派出警員去到卡塔爾 作為英格蘭球迷和當地警方之間的緩衝 英國警方說 派出警員去到卡塔爾是為了避免出現球迷 因為誤會而出現的不幸事件 所謂不幸的誤會 或包括球迷在當地喝酒、脫衫、搖棋 和大規模聚集等等 和當地文化差異的問題 將會有15名警員被派到卡塔爾 作為緩衝以及文化翻譯 在其他人介入之前 和球迷先作出對話 英國警方說 英國警察的角色 將會作為當地警察和球迷之間的溝通橋樑 希望球迷能夠理解 他們不一定認為球迷有錯 只是他們的行為可能造成誤會 或者令人覺得冒犯 英國警方又說 警員不是要指導球迷的行為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權力 也不會在卡塔爾當地執法 英國政府估計 在世界杯分組賽 會有3000至4000名英格蘭球迷前往卡塔爾 而威爾斯也有2000至3000名球迷前往卡塔爾 這些數字有機會在英格蘭隊或威爾斯隊 進級後繼續增加 而土耳其也會派出3000名防暴警察 去到卡塔爾為賽事擔任保安任務 同時也會派出大約100人的特別職務隊伍 包括50名炸彈專家 和大約80隻手術犬和防暴犬 最後和大家說下 在86年前的今日 即是1936年11月2日 英國廣播公司BBC開始提供電視放映服務 當時播放的是黑白畫面的戲劇 新聞節目成為當時世界上第一個電視台 而彩色電視機就在1953年才在美國面世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